天气热 玩水要小心 宜兰乌石港周六就传出了溺水消息 八名投诚加伤的学生前往冲浪区细水 不到五分钟就传出了男学生密闭 经过了海巡人员在海面搜寻 一直到傍晚才找到17岁的李姓少年 不过已经确定身亡 听到宝贝孙子溺水的消息 爷爷赶忙到出事的乌石港岸边 跪在地上祈求老天能够帮他救救孙子 海巡人员出动直升机到现场收救 不过来回找了好几趟 就是没有看到失踪学生 妈妈哭红了双眼蹲在地上 双眼望着大海期盼能够出现奇迹 这起溺水意外是发生在下午一点半左右 一群高中同学约好去宜兰乌石港冲浪 没想到下水不到五分钟 就传出17岁男同学溺水的消息 两个小时后终于在八百公尺远的岸边 找到男学生的遗体 家人难过的痛哭 却再也换不回心爱的孩子 昨天新闻林医生林立成 宜兰采访报道